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皇后身材矮小,约一米四左右,面目黑青,鼻孔朝天,三国群音传中,贾南风形象嘴唇宝蒂,梅后还有一大块胎记。贾南风是西晋的开国元勋贾冲的三女,既是郭怀的长女。贾南风的母亲广成军郭怀,是常良太守郭佩之女,系贾冲的续衔。 贾冲的原配夫人李氏出身名门,端丽贤淑,嫁给贾冲后生下贾全。贾冲两个女儿,后受其父朱连被流放边地,贾冲才娶了郭氏。 这个郭氏夫人是个醋坛子,生性妒忌,甘露二年二百五十七年,生下贾南风后,更是变本加厉。 她对贾冲身边的所有女性都心怀戒备,若只看到,谁同贾冲有来往,就会醋采生波,闹得贾冲人养马翻,不可招架。 这样的家庭出身,不仅使贾南风极易积身于最高权力阶层,而且生母的杜心之圣。 在贾南风幼小的心灵中,留下了深刻印象,母亲的杜忌,教她学会了一个女人,该怎样维护自己的地位,获得应有的权益。 加是门风,造就了贾南风度暴护虐的品性,对她的一生影响至深。 八王的地盘族,展开全文纪律的晋慧帝痴呆低能,即位后,皇后贾南风及贾后,为了让自己的家族掌握政权, 与永平元年291年,与楚王司马伟合谋,发动禁卫军政变,杀死杨俊,而政权,却落在鲁南王司马亮和元老魏冠手中。 贾后政治野心未能实现,当年6月,又使楚王司马伟杀鲁南王司马亮,然后反吴楚王司马伟较赵善杀大臣,将司马伟处死。 贾后岁执政,于元康九年废太子司马玉,四年杀之,诸王为争夺中央政权,不断进行内战,史称八王之乱,八王之乱,八王之乱, 是西晋时统治阶层历时16年,291年至306年之。 九的战乱。战乱参与者主要有汝南王司马亮、楚王司马伟、赵王司马伦、齐王司马勇、长沙王司马义、成都王司马颖、合奸王司马勇、东海王司马越等八王。 这场动乱,从宫廷内权力斗争开始,引发战争,祸及社会,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, 也加剧了西晋的统治危机,成为西晋迅速灭亡的重要因素。 之后的中国进入五湖十六国时期,金人孙慧曾评价道, 自永细以来,时又一代,人不见得,为洛师文。 空足够篡夺之祸,骨肉遭消疑之行,群王未求见之困,非如有离觉之哀。 立官前代,国家之祸,至心之乱,未有今日之甚者也。 田于庆在东晋门阀,政治中评价说,西晋统治者进行了八王之乱, 以及随后出现的永家之乱,既摧残了在北方的西晋政权, 也毁灭了几乎全部西晋皇室和很大一部分,追随他们的士族人物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